12月21日上午,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、牢笼之涉嫌犯故意杀人、绑架、抢劫等罪一案。 南昌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公诉,被告人、牢笼之及其辩护人及附带民事诉讼代理人、刑事附带民事原告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。 南昌市人民检察院指控,被告人、牢笼之与以另案处理的法子因是情侣关系。 1996年至1999年间,二人共谋且分工民系,由牢笼之在娱乐场所做陪事小姐俗称坐台,物色有钱人为作案对象,分别在江西省南昌市、浙江省温州市、江苏省常州市、安徽省合肥市,共同实施抢劫、绑架及故意杀人犯罪。 案发后,牢笼之使用雪莉等化名潜逃。 2019年11月28日,牢笼之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。 被告人、牢笼之亲属、媒体记者及社会各界人士等参加旁听。 牢笼之二哥、牢笼桥在当天上午的庭审结束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辰。 在庭审中看到妹妹牢笼之后,认为牢笼之也很可怜,并愿意共同进行赔偿。 我觉得牢笼之二哥好可怜,我妹妹,真的。 听着跟牢笼在一起,受她这个打骂,受她这个精神烈赖,受她这个用家人来控制她。 牢笼端先那个头,她说跟她在一起,生日没有一天是好的,真的倒是愚亲。 那这个事是您什么时候知道的呢? 今天这个庭审。 你也是庭审的时候才知道的? 这个视频知道的,我原来真不知道。 如果可以这个赔偿的话,你们家庭有这个经济能力做出赔偿吗? 只是说在我们经济能力承受这个当中,说法听到我可以借我的烟,借我的不良的气候,我可以家的兄弟们共同来吧。 案件受害人熊起义的家属熊振英也参加了上午的庭审旁听。 他告诉记者,熊起义的父母在案发三四年后也已相继过世, 一家人多年来都沉浸在悲痛之中。 被害的时候大概是多大? 三十八。 我们三十八岁嘛。 三十八岁。 连个三岁的小孩都不放过。 三十小孩是? 他的女儿。 我们就是想要犯罪协议的,要受到法律制裁。 你们没有提起这个赔偿吗? 我们没有,我们说只要跟死者一个交代,是吧?就可以了。 死者一个交代,毕竟三条人命嘛。 据媒体报道,1996年7月,法子英和劳龙芝杀害商人熊起义一家三口。 当天,劳龙芝把熊起义骗至其租房处,法子英将其杀害,再将其肢解。 接着,两人来到熊家劫财后,法子英将熊起义的妻女杀害。 12月22日,该起案件还将继续在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。